变慈悲对所有众生 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 简单地说 三宝 菩提心 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呼吸 各位你归三宝了 身体可以死 可以被侮辱 金钱财产可以不要 国家地位可以放下 但是我们依止三宝的心 不能改变 宁可穷死 但是不要攀缘 千万不能去伤害到佛教 所以当然站在大乘 你生气了 你写傲慢了 你退转了 那就非常不庄严 也是在污损三宝 因为一个三宝弟子 他对整个众生都有责任 佛法身 佛像 经典 出家人而进入了 归佛法的觉悟 归佛法的圆满 正而无邪 归神邪的清静 做什么事情都要 依止三宝 不要依止自己的想法 依护之尊 就像我们台湾人喜欢宝贝 我认为只要你虔诚 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是个老板 你要开除这个员工 对还错 因为不希望伤害到对方 就算一定要开除他 要好好的对待他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哪一天你安住在这个法 法鬼池上面 那没问题了 你安住在决心 你的说法 思想都对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 多互相讨论 依止善知识 良师益友 不断不断的 到底我这个想法 我这个做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归于大乘圆满 为了成佛 希望我们这八天 所提醒的一些 三宝护法善神 圆圆满满的 二十小时的 在这边加持着我们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动机 一直非常非常的 发心正确 我想每个人身上 有个人自己的护法 那这个护法 就是护持你的善法 你喜欢慈悲 你喜欢利益众生 那他就护持个法 他不是护持你这个人 如果你退转了 这个发心正确的动机 那些护法神就离开你了 舍弃你了 那舍弃你以后 鬼就来了 冤亲在这 因为冤亲在这 他就是要来找你麻烦 但是有一些 是你欠他债的 基本上还是可以 众业轻薄 让你感受一下 因为护法神 已经帮你了 所以我经常在那边听 这个人本来要死 好在他儿子在拜佛 我拜佛 我经常回想 现在还生了一场重病 还会恢复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有正确的发心 除了消业 有福报 护法神可以挡掉一些 好不然呢 痛苦的更多 这直接下无间地狱了 一个人 不管你再怎么精进修行 如果 你修行的方法偏一边 我天天看经典 我打坐 会有伤害 因为业障没消除啊 你永远看不到 真理是什么 就像我认识一个出家人 大概出家七年了 然后 每半年就要换一个道场 然后每次都问我 我不知道回答到哪里 后来我只跟他想说 你要不要停 一年都不要再乱跑 干嘛 业障深重 你看不到真理的 你走到哪里 你都觉得 每三个月你就要跑 别人还看得到 你看不到 就像地藏经 这么多人在看 《卧尔心经》 这么多人在看 《金刚经》 这么多人在看 但是 看得懂了没几个 如果看得懂 他就不会在那个样子 看经的目的 是要达到经的本体 它的主子 所以 那为什么 业障 所以 就会障蔽心源 就内心的自信也好 你看不见 所以每个人过去 都刚刚讲了 邪见 归贪嗔痴 造了很多恶业 那一定要把这个业 不断地忏悔 净除掉 净除掉以后 你就会很容易碰到 好的善知识 好的道场 对你适合的法门 等等 不然冤心在主的目的 他就是要来破坏你 明明这个好 他就要叫你去找不好的 你是这样了 就让你 比如说杀业在主 做个比喻好了 今天如果你去找这个医生 病会好 找这个医生呢 会让你死 那杀业在主 他就是让你去找这个 这样 他就要破坏你 什么叫情债在主 就是破坏他感情 他不甘愿 你的幸福 他要把你破坏掉 你嫁给这个男人会幸福 他一定要把你破坏掉 你嫁给这个男人呢 他会很不幸福 他就是喜欢这样 因为这就是你有感情在主 金钱在主呢 障碍你的钱 口业在主呢 讲话不清楚 讲话人家听不懂 坏话倒很会讲 坏话讲话都不会看什么口级 你这样讲两句好话 讲不出来 所以因为你过去骂人家 所以这辈子你明明要讲好话 人家都觉得你在骂他 就像唱歌好了 谁不想把歌唱得好听一点 有几个唱得好听 我们来唱唱看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要唱一个 这个扣钟记 我看各位 你们看我们在旁边听 看哪一个好听 不好听请后面一点 不要那么大声 有什么意思 不容易啊 师父我唱得好听啊 这个时候就卡到面子的问题 你干嘛说我不好听 对不对 这个面子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有罗子 这样 而且你有业障 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好不好听 口业在主 他就会障碍你讲话 甚至让你被骂 所以各种各种的 各种各种的 因为贪嗔车所生起来的 这个载主 那载主呢 这个牵连到夜 因为贪嗔车造了这个夜 夜本来五分 载主就给你攻到面子 十分的痛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 其实你看拳击就知道 他已经打一个洞了 流血 对方就一直攻到这边 整个都裂掉 他赢了嘛 他知道你弱点在哪里 所以你的弱点是腰 那冤心债主 每天都往你那边打 而且跟你讲说 昨天跟今天不一样 三天前好了 为什么又痛 同一个冤心债主 没超度 没有 已经超度了 后面又来 后面又来 所以可能你的冤心债主 有十二位 那你要十二次大痛 甚至要让你十二次开刀 这次开刀好了 好像好了 然后下回他又来 又另外一个来 又另外一个来 你有勤在债主六个 包生你这一次取 这辈子要跟 被六个人甩掉 搞六十万鱼 因为他一定要讨你的债 等等等等 所以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修行 所以我们刚开始出家 每天就是忏悔 忏悔的要命 忏悔没关系 这些师父就交代师兄弟 多骂他 因为师父了解 他什么问题 然后我把你盯着死死的 盯着惨惨的 这个海涛他就晚睡 晚起 然后就可以交代我师兄弟 不让你睡 中午不能睡 等等等等 但是你这样就 你有时候人待不住就走了 所以我老实说 我现在对各位很客气 真的你要出家的时候 怎么办呢 拿刀子出来吧 所以 因为现在是勾引各位 然后真是要出家 那就要训练各位 因为你要出家这个样 木头丢在路边没问题 但是你要把它刻好 放在台上 要刻得很庄严 有空里面可以到里面看他几尊佛像 都是大师雕刻的 你没有刻得很庄严 不能摆在上面的 那你竟然要出家 你一个大光头 要出家 如果你不是一个人天模范 不犯威仪 而且显现慈悲 对你来讲 出家意义就不大 出家不是让你有钱 出家不是你要你身材好 长得漂亮 出家你所展现出来的心态 悲心 行为 这是人家要看这个的 所以那个时候 严一点应不应该 应该 应该 就像我师父拿着棍子给我施工 讲没有用 要揍了才有用 男人用男人的方法 因为男人就是铁 铁的要命 要打 我去中国道路 吓坏了 一个刚出家 犯出一件事情 师父叫六个人 待到后花园锤 我在里面看 天这是什么世界 他说我们这边就这一套 这样可以 用锤的 然后打一打 看你要不要走 那你要留下来呢 还有一个更厉害 就是钟南山 不但带去锤 不准下去 时间没有到 还没有锤够 那叫加持 环境不一样 我们这边叫爱的教育 不被你锤就不错了 你们走还可以骂我们 所以 但是这样有这样的缺点 有这样有这样的好处 那但是看个人姻缘 但是各位 捶自己吧 好不好 你要每天捶自己 回光返照 请别人告诉你的缺点 你们现在 大家十几个人 睡在那边 大家睡在那边 你要跟大叔 大家这几天 麻烦你们 把我的缺点 好好的观察 好好的观察 你看我吃饭的知识 对不对 你看我走路的知识 对不对 讲话久了 你看我心态 对不对 讲话内容 对不对 那你就没有白来 所以在这一点 忏悔不是光一念 谁不会念 念了哭哭啼啼的 结果也没忏悔到 所以因为你不知道 你的缺点在哪里 我想各位就像 现在男众 他们落法了 给他们鼓掌 你这两天去外面走走看 路边还有人会停车 师父 阿弥陀佛 搞不好还拿一包红包给你 师父你没车坐吗 你去四处餐厅看看 你吃饱饭 有人给你付钱了 餐厅老板 师父 你拿一个来 我们供养 觉得说怎么变皇帝了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出家 变皇帝了 然后就指东指西 变一指禅 自己不做了 我以前扫厕所 现在人家变我手了 一下就惨了 我也会生起傲慢了 所以 但是这是因为众生尊敬三宝 但是你要知道 那人家为什么要供养你 因为你是众生的依靠 你可以带我们解脱 供养你可以得到大福田 如果当然我们没有福报给他 那你下辈子 他供养你几次 你准备去那边洗碗吧 下辈子你可能就去做他儿子 好好地去孝顺他的 因为你接受他供养 所以越接受供养 那就要越认真 所以我们还要念消贡咒 有时候 希望我们这些福报 不然这下欠债可多了 所以了解自己的缺点 那当然念我还是要带着各位念吧 杀业的债主 偷盗业的债主 邪淫情债债主 苦业债主 喝酒吃肉的债主 那这些债 来自于我们的贪生吃 种种的烦恼 傲慢怀疑 寄入我们叫大睡眠 中睡眠 小睡眠 各种各种 那所有的这些烦恼 就来自于我们的我职 无名 没有空性 这些一定要对峙他 就学佛了基本 出离心 所以找到自己的缺点 所以各位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认为 自从我出家以后 就是做一个别人的模范 我师父给我说 穿衣服 像我出家在台北 恒春 后来回台北 台北又很恒春 恒春是热人要命 所有出家人都是脱掉袜子 穿个拖鞋 穿个中挂 实在是热人要命 但是我师父说 你只要站出来给别人看到 你一定要穿着长衫 而且师父送给我那套长衫 还冬天的 要让你拖戏 当然我就严格按照这样 因为我从来都是这样 所以那我施工更严 你只要过去要跟他讲话 就像各位这样 要搭一慢 要搭好 你不搭好 没资格跟他讲话 他不是说找麻烦 因为他要留下 这个佛教的一个传承 不然的话 佛教就一代比一代差 这些严格是你心里高兴的 如果你是一个修行者 你觉得 越严也好 越严也好 所以各位不要怕魔 魔会跟着你 是因为你不想